觀眾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林佳龍 今天一大早是到林口竹林寺來還願 因為之前他要來建設林口的交流道的時候 有曾經來這邊跟觀音菩薩來許願說 希望一切可以順利 那今天就是特別來還願 不過日前他也說到 現在新北市需要的是交通市長 而不是警察市長也遭受質疑 是不是有職業歧視 今天他也做出最新回應 請聽市民的心聲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新北 真正要升格又升級的話 就是交通建設 特別是我們環狀捷運路網的時代 怎麼樣把這一些人車路 雲連網 智慧交通把它做好 所以這個時機 新北最需要一個懂交通 也重視交通建設的市長 好了可以聽到林佳龍說 沒有歧視 只是現階段新北 是需要一個大合局的市長 來把這個交通做一個整理跟統合 不過日前侯友宜也邀請了林佳龍 到新北五谷的夏綠地 來看一下垃圾山的整建 林佳龍也說整理垃圾山 他在台中市也做過了 這就是最基礎的市政建設 接下來跨域治理 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新狀況 往後看 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